在近来中,阮秀的真实身份是上古火神转世 这一身份极为特殊且恐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大的神性与力量 作为上古火神,阮秀天生具备操控火焰的强大能力 对火焰力量的掌控达到了极致 在实力为尊的世界里 这种与生俱来的强大力量使他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 成为了让众人敬畏的存在 例如,在一些战斗场景中 他展现出的火焰之力,威力惊人,能够轻锋压制对手 其力量的强度和破坏力远超普通修行者 洞察气韵与因果 阮秀能洞察他人的气韵和因果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且高深的能力 他可以通过这种能力看清一个人的命运脉络 机缘走向以及与周围事物的因果联系 这不仅让他在决策和行动时拥有巨大的优势 能够提前预判很多事情的发展 还使他在与人交往中占据主动地位 比如,他能看出陈平安身上独特的气韵 也明白他未来的道路充满了变数和机遇 崇高的神位与地位 在上古天庭时期 火神是五位至高神灵之一 其地位尊崇无比 尽管天庭已覆灭 但其曾经的神位所代表的威严和影响力依然深远 阮秀作为火神的转世 在神灵体系的认知中 依然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象征意义 这使得他在一些涉及到神灵遗迹 传承等方面的事情上 具有天然的优势和话语权 阮秀成为诸多读者心中最大的一难评 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陈平安默默付出的爱 阮秀对陈平安怀有深厚纯粹的感情 从初次见面被陈平安的清水之气吸引开始 他就一直在默默地关注和守护着陈平安 陈平安两次离乡远游 他主动帮他照顾铺子 得知陈平安深陷问新局 他毫不犹豫地前往书检湖 他的爱不求回报 只是单纯地希望陈平安能够安好 这种默默付出的深情令人感动 与陈平安的情感纠葛 尽管阮秀深爱着陈平安 但陈平安的心却只属于宁妖 陈平安对宁妖的专情和执着 使得他无法回应阮秀的感情 阮秀深知这一点 却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这种爱而不得的无奈和痛苦 让读者为他感到心疼和惋惜 自我牺牲与成全 为了保护陈平安和守护天下 阮秀最终选择了踏上成神之路 剥离了自己的人性 完全保留神性 成为了曾经强大的火神 与周密分庭抗礼 他放弃了作为普通人的生活 放弃了可能拥有的平凡幸福 只为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他的这种自我牺牲和成全 展现了他的伟大和无私 但也让读者为他感到难过和不舍 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男平